汤家海底火山如何爆喷发 对经济的影响又有多少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2022年的开局 伴随着一场30年之最的汤家海底火山喷发 全球正在经历的新冠疫情的考验还尚未结束 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就已经开启 南太平洋岛国汤家附近开始喷发了猛烈的 普林尼形火山喷发 大量的气体伴随着烟尘形成的蘑菇云宛如核弹爆发 14 15日连续两天剧烈火山喷发 汤家首都出现1.2米高的海啸 火山喷发将浓烟送入空中 距离海平面约12英里 灰烬使汤家上空的天空变得灰暗 目前所能查看到的社交媒体上的镜头 皆显示海浪冲涌于沿海房屋 这次气象灾害的势头也压过了热带气旋科迪 据新西兰新区报报道 由于火山喷发 汤家全国的通讯都已经中断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于前天也表示 新西兰当局正在努力与汤家持的联系 但是由于此次灾情严重 难以展开评估工作 暂时无法统计当地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 有专家表示 完全修复需要数月时间 此次火山喷发 对于汤家以及周边岛屿国家经济影响较大 火山爆发前汤家经济饱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国内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情况十分严重 由于汤家严重依赖外部太平洋岛 其他邻国的供应 此次火山喷发 对整个太平洋岛上的国家经济状况 都是雪上加霜 此外 喷发后的火山灰 未来可能会随着气流飘至印度洋上空 届时可能会对印度等国的经济和天气产生影响 此外 遭此一击受疫情影响的航空业更是雪上加霜 但是汤家火山喷发 对全球经济或供应链尚不能构成严重的影响 由于太平洋岛国人口较少 在全球航力位置不如素以失严和重要 其次 汤家等国并不是重要能源的生产地 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 极小概率会蔓延至国际市场 在商品市场方面 据报道 此次火山会对包括澳洲南部 巴西南部 新西兰阿根廷等地区的南半球中高纬度的地带气象产生影响 出使目前的若拉尼纳气候提前结束 甚至催生厄尔尼诺气候现象 这类改变会给大豆产业带去好消息 2021年11月到4年的5月 是南美主要农作物大豆等的种植 生长以及收回期 在此期间发生的现象 给巴西南部以及阿根廷带来严重的干旱 影响南美地区作物的生长 若本次火山喷发带来的气象 改变导致辣尼纳减弱或提前结束 或给目前正处于干旱期的南美大豆 带来更多的酱水 提升大豆单产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到旧市场上 点数字幕 crois 到旧市场上 展示院长 一点点 当官员